这条水袋断了两次 这条水袋谁接的 我接的 这谁还会断两次 不知道我 你扣死了 就是你扣了没转 我往死里扣了 完了之后那水袋 这次往外面冲的时候 我已经扣上了 你真正扣上去 它有一个嘎一声 它不会再开的 现在是这个问题 EAV用氧量比较大 对 它用完了以后下来 我们如果我们要这样等的话 肯定不行 是该接的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 第二队人在下面等是吧 对 因为现在不救人了 那大勋哥和老秦就扣得上 一号位直接就下来接 我可以上 所以你俩这次就准备好呼吸器 就直接待命 他上去一轮立刻下来 好 那咱们这次其实也可以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救援的人了吗 我们可以就是再多一组 两条水管进里面 然后还再接一条水管冲外边 我觉得两条有点困难 因为里边空间很狭窄 绝对够了 因为楼梯很难上 我刚才上去了 对啊 刚才就接了两条水管上楼上 但是它是接在一条上面的 它只是托上去 是绝对能上的 我觉得有风险 但是好像是必须有一个人在外面 这样控制火势 还是所以三条水管齐开 三管齐下 啊 因为刚才这个又是没有到位 水就开了 然后我们没有走到最前面 枪头没有对准 但是你现在你就两个人 是在这个地方等的啊 所以就接力啊 因为我觉得接力是保险的 有一个后备 如果所有人都在火场里面 外面发生了任何情况 没有人接替 我在外面可以啊 一个人 我一个 我外面还有一个二号位啊 但是 沟通的过程中 因为汉哥是我们的哥哥 他肯定很沉稳 还有他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的位置是班长的位置 我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我觉得两个枪同时上楼 是有安全隐患的 所以这一点我是一定不会同意的 按通常来说都是一号位在内围 二号位在外围 你不能是这个 你不能这个思路 你要论这个里边 你要灭火多大 对 因为我觉得一号位 应该是可以一个枪头 把这个火灭掉的 那你是要更快呢 还是说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 后半个小时呢 我觉得是不够默契 因为刚才又是 这个是我的问题 因为刚才 我特别不建议你这个想法 你说有道理 因为不是 对啊 我们是要最速最快的速度 你不能不变 现在等于救人这种闲出来了 现在就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呢 三个管 三个管直接就上了 还有一种选择呢 就是当替补 当换第一组枪头的这个 是两种方式嘛 对 六个大佬爷们 共同研究一个事 肯定会有分歧 真勇于吵起来 这种情况 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 争吵不代表 我们在斥着于谁 我们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当时可能对于我来讲 最大的感受就是 其实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话 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我觉得别乱 还是按照刚才的 刚才 但是刚才现在多了两个人 他们两个怎么安排 上去用量的那个量非常大 就就有两个人时刻准备着 要不然很容易乱 明白了明白了 行 好 还是两把水箱 我控制外部 汉哥就负责总共的指挥 因为你能听到所有人的声音 就你说了几号 我们就干几号 出任务的时候叫人名吧 不行 还是按号来 还是按号来 我们刚开始用号 所以你不记得 但是只要用惯了 你都以后都得用号 以后不可能天天都喊名 喂 啰嗦 哎 三哥 没没 那咱们分水器的位置 我觉得挺高兴的 因为他们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虽然说是有一点春风 有一点争吵 那咱们分水器的位置就还是在 这样是好的 因为他们从这中间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 才能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是配合性的东西 要去考虑其他人 这样可以更加提升他们的团队意识 团队感 最后喷的是你吧 对 最后是他 我们正都顿不回来你 你的脑子都给我扎了 最后他一个人冲 怎么了 我来我来 拿生命去灭火 这个你得保证自己的安全的 对 就是小伙 万一大伙怎么整 我真的脑子都咬里头了 不然压不住我 他又圆了 不是 所以不能这么压 那也不能 真正灭火 那也不能拿你的火坑里面 真的你是盲夫 我太吓人了 年龄比较小了 哥哥对我的照顾也是很多 所以说他比较担心我 有了什么问题啊 以后也不能让哥哥们 就是再去担心我 不会辜负哥哥们对我的担心 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啊 一定要成功 成功 是 没问题啊 经现场侦查 前方三楼民房导火 没有人员被困 请一班车开展内功 跟控制火势 明白 一组 一号位颁奖位内功 二组 二号位外功 好 四号位五号位待命辐射管道 三号位控制分水器 开始行动 是 是 一二身上一二身上一二身上保一二身上 来我们上去再递 安全员重要检查 慢慢甩不急 稍微整理再甩 第一次我们 一直在求一速 甩甩甩甩甩一个甩一个 每一个步骤都想一个最快速度完成 第二次的时候大家呢 安不就班的去执行每一个步骤的时候 好 其实真的要比 我们第一次速度要快速 二号可以动水 来 一号 一号 出水 一号是否在 出水了吧 可以吗 出水 一号 进水出水 得吧 可以 水枪手帮忙 对 开花对 好 一号 一号 二号 是否需要支援 一号 一号 收到 还在灭第一个点 灭第一个点 还在第一个点 没事 进去 过不过 一号 一号 但是没问题 正常进行 第二上人那边 没事 不用 那边 我正常在灭头 不需要支援 再来 不需要支援 尼车一号水位加大 一号被水压加大 停满 停满 快接一下 可能是枪头没有接太好 然后枪头被那个雪楼冲掉了 我有一点猛 包括前面的冰冰哥 可能我们俩都停了一下 然后当时我就想不能慌 越慌可能出的错越多 请求连接 我自己可以压住水管 把头接上 压住水管 接不住 先关水 快来 一号弹石关水 一号关水 收到 一号一包一包 好 起来 一号请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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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第一次的演练 只能说很失败 所以第二次在进行的时候 脑子里面想的是 拼尽全力把这次任务做好 以弥补上一次的过失 双手 线燃水 二号请开水 远递 一号请开水 一号请开水 一号停 一号弹石 一号 二号 二号 抽 小哥 您二号 能不能 到 您了 我们 有事以控制 收到 准备关水 哎呦 你这个脸挺帅的 配合真的很难 一开始到现场也是很混乱 报告 一汉卫养气不足 一汉卫的位置需要请求支援 感觉人到达了一个崩溃 又绝望的那种感受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能很明确地看得出来 其实每个人都 都有点着急 一汉卫怎么开水 谁接的 我接的呀 我们都在用自己最大的力气 去想完成这件事 但是最后以失败沟通 那种侧败感 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忍受 团队的配合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帮你拿 我帮你 我帮你 我递给你 不着急 虽然第一次有很多事物 但是经过调整和团队的协作 能够凝聚成一个团队 然后完成了第二次的实战和训练 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在慢慢磨合的一个过程 通过这件事情 我感受到的这种团队的力量 通过刚才同志们的整个实战演练 可以看出 确实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也掌握了基本的灭火技能 其中 张延奇的表现 给我印象最深 很好的 理行了班长的职责 从刚才整个的配合来看 大家的团体意识是有的 大家做得非常好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现在不知道该再多说什么了 确实非常的好 真的很好 从一开始的真的是 不说一塌糊涂 可以说完全就是惨不忍睹 然后到第二趟的 确实进步的特别的快 进步的特别的大 能看出他们在中间 下了很大的功夫 满替他们骄傲的 真的很欣慰